補開箱 這樣呢, 又是稍等一等 好, 看一看 這樣一樣, 又是開箱 那, 今天話說 淘寶的東西回來了 淘寶什麼呢? 剛剛新的兩部機 即是P10 Plus 和Nokia 6 這兩部機套回來 那, 純粹 和大家分享一下 找回我自己 好 見到了 好多廣告 好 好了 那就 好了, 不管這麼多了 今天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開始吧 淘寶回來的東西, 通常都要拔掉這些東西 有時候 有時候太開心 開了之後 不管這些 我現在有黑色標示 油了的地方 其實有些個人訊息在這裡 你的名字, 電話那些 如果你送上門, 有地址 最好是撕掉 最好是撕掉它 然後撕掉它 最好是撕破它 然後 放進 垃圾桶 這個不能廢紙回收 這些熱能紙不能回收 對了 HELLO 有人進來了 那... 繼續開 Nokia 6 的 Bumper 和Pisa Plus 的原裝套 好了, 事不宜遲 打開 好了 剪開 好了, 剪開 很多時候 其實都想暴力打開它 但是 其實這些袋子很韌 塗了幾樣東西 這單又是有個人資料 又是要... 剪開 剪開 好多盒 兩盒 三盒 四盒 沒有了, 四盒 沒有了, 四盒 全部都要剪開 個人資料 幸好現在這些都能撕掉 撕掉 撕掉的 撕掉的 通常下面的部分 比較難撕掉 但是下面的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 看著你撕就行 每一盒都有 每一盒都有 我認得 這個紅色貼紙 我懷疑 就是華為的原裝套 那個賣家來的 似是 不知道 是否真的 有 原則上 淘寶圖回來的東西 除非它完全送錯 否則都很少爛 它包到 這麼厲害 容易爛的東西 才包得厲害 好 HELLO 看到一邊有些 有些人進來 那 說個Hi 好了 終於撕掉了 個人訊息 逐合開 這個很重手 打開 這個盒子 好像挺漂亮的 裡面通常有些 挖卡 每個商戶都有 這個是洛基亞的保護貼 那 這隻是 那些特別的 看上去 反光出來的東西 會紫紫尼色的 其實減低反光的光度 那 你見到外面的盒子 好像挺漂亮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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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n Fiber 炭纖 那種質地 那當然不是Carbon Fiber 只是 那些 那些 質地 令人聯想起 那些 木盒 好像 那個盒子好像挺漂亮的 那些 木盒 真的 要不就超後卡紙 要不就木 那裡面 有這些標準的 隨層貼 引導的貼紙 有些乾濕的 紙巾 那其實有用的 那 那 看看玻璃貼的 質感 那 全包的 好 讓大家看看 那 基本上 玻璃貼 我就不會貼住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留意我之前 直播呢 那其實 Nokia 6 和Pisa Plus 那 螢幕都有點缺陷 Nokia 6 就是一塊 黑黑的東西 那我就等著 換機 但是 保持著沒有貨 好熱啊 那這部機 Nokia 6 說著 我一早 就 訂了 打算換 換機了 誰知道 就說 去到 4月9 才有 4月9 又說 延遲到12 今天又打電話來了 Nokia 6 就延遲到4月底 即是4月底 有排名 可以換機 所以這個 玻璃貼 放在一邊 先用著 原先那一塊 那 Pisa Plus 螢幕都有缺陷 陰陽螢幕 對 理論上 就不會很多 Dislike 如果很多Dislike 那些 那大家知道 什麼事 因為 隨意的 看YouTube 的東西 喜歡看 就進來看 不喜歡看 又不會強迫 是不是 所以 無端端進來Dislike 我也不理 那麼多 最重要 大家喜歡看 就繼續 按讚 繼續看 開這盒 那 Pisa Plus 都要等到明天才有貨 明天同一時候 我會開G6 如無意外 因為明天G6有貨 如無意外 就明天有 明天才會開始 還有 這一個 華為原裝殼 很棒 可以開到 華為原裝殼 有一鍵 有個防偽 的 打開 你在這是 防偽打開 基本上我都不太怪去檢查 因為我網上看別人的留言都會有人檢查 檢查到是真的 那我就相信他們算了 用什麼集運可以運電話下來 不是,不是運電話下來 運保護套、貼的那些 如果你想問怎樣大陸運到手機下來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集運的 你可以直接運的 直接運就沒問題 但要留意一件事 你集運其實為了便宜一點錢 可能運一個就二十多元 運兩個就五十多元 於是你集完幾個都是二十多元 又或者加重都是三十多元 搞定了 那集運主要這樣用 但如果你直接送是沒問題的 直接送都是二十多元 那你就一部電話 就直接送下來 那就可以了 那原則上之前 大家都未太清楚 運下來的時候那個規矩 以為電池不能運 所以有電池的東西都不行 其實只是集運 不可以運電池 其他情況是可以運電池的 你直接運是可以運電池的 那我試過很多樣有電池的東西 其實用直運 現在多有淘寶直運 那用那樣東西你就運到電話 但也都是一句 你需要找間有信譽的來買 萬一有什麼移動 你退貨是很煩的事 雖然叫做有的退貨 但來回運費 可能你也要付出一些 要不你就運費險 那我就未試過用運費險 但有些商家是跟上有的了 好 拖個學出來 PISA PLUS的原裝殼 那這個殼 就是這種套 不是叫殼 有三種顏色 這種最淺的 一種深灰少少 另一種是啡色 偏紅色 那手感 摸一摸 看近一點 我特意放近一點 好 首先你見MAKE IT POSSIBLE 這裡 Design by 華為 有個字 另外 原裝殼真的有個編號 在這裡 大家見到 反光這個位 見有編號 方便上網可以查回 那它真的每隻殼都不同的 那上面這個開口位 是相機用的 背後這些是布 類似牛仔布 類似牛仔布 類似而已 不是Exactly 那隻 灰灰底色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後面華為這個Logo 凹凸的 橡膠 看看側影大家會不會看到 應該看到 應該看到有點凹凸 P10 Plus 電池如何 經過一輪使用 一般 P10 Plus 的電池 你說有沒有特別出色 不出色的 但是會不會很復 不復的 如果Mate 9 的電池 當然是出色很多 好了 希望遲些P10 Plus 電池 都可以改進一點 理論上應該可以有改進空間 現在試一下套部機 我先拆了原裝的膠殼 這兩隻都是原裝的 好 撥乾淨的層 這個很重要 你套過新殼 機背有層 是容易刮花的 雖然我這隻背 原則上都不會刮花 但是 邊位 真的先擦乾淨 沒有層 才好 不要擦進去 否則花了 沒得夠 我還等待換機 更加要小心 有層一齊就不好了 吹兩吹 好 撕一下 基本上套了下去 給大家看一看 好 部位大概這樣 蓋上 蓋上 會顯示 鍋子 這種膠也是半透明 好像Mate 9的殼 不是全透明 是半透明 是磨砂面 背部 這樣 是怎樣的 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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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套 看到 鐘 日期 天氣 溫度 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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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華為 原裝的 Pisa Plus 好,繼續,還有兩包 兩包是什麼來的呢? 一包其實是Pizza Plus的玻璃貼 另一包呢,就是Lokia用的一個Bumper 就沒有原裝的,Lokia 不過呢,我看應該挺搭的 那種金屬質感,很酷的那種 好,我先進去Youtube那裡 好,那我繼續拆箱 今次的Bumper是一般金屬Bumper 但我覺得都挺酷的,那就試一下吧 希望Bumper裡面的設計漂亮一點 因為設計得不漂亮,大家用Bumper的話 知道什麼事了,金屬Bumper 如果裡面做工不好,沒有些 防刮花東西在這裡,就會刮花部機 所以現在會不會裝Bumper進去呢? 我還是未知的,先看看效果 有一個袋,放在一邊 哇,這個盒子很浮誇 哇,大家看到嗎? 中間有銀色,銀色那裡是凸起的 這個盒子又好像是木造的 很浮誇的包裝 好,看看裡面 底下,底下都是很浮誇 有電話,熱線那些 好,打開 按 欸,有張貼紙貼著 手機,還有,還要消耗 我會消耗一斤 撕完會發現那些貼紙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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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完便形成形那些 那些,開了 好,首先 有個螺絲批仔 有張那些什麼 滿意評價,反演三元 還有一個貼在手機背上 錦囊妙計 嘩,好像很厲害 錦囊妙計,好像很厲害 這個套,對啦,裡面沒有東西了,是合理的 不過呢,看看吧 應該送來玻璃貼的 這個本身 看看吧 應該有一塊背貼 膠貼來的 大家看看質感 背貼那種紋又是類似我剛才說的 碳纖的紋 不過是透明的,真的不漂亮的 黑色就有型,白色就像別人貼廚房的紙 接著 一塊Lokia 6的保護貼 跟機器送的 跟剛才那塊有些不同 剛才那塊反光出來的是紫紫地吃的 即是暗了 現在這個就正常普通透明玻璃 好,先把玻璃貼放進去 好,先把玻璃貼放進去 也一樣 不黏住了 因為 都是那一塊 先換了機器 先 黏都無所謂的 多了一塊 那個 Bumper 呢 就靚仔 的 我塗得下來 當然是覺得它靚仔 大家看看 金屬 旁邊是紅色的一條框 下面有開孔位 喇叭開孔 USB開孔 開孔 一路紅色 順延過去 先把手放進去 先把手放進去 那 要雙螺絲 旁邊 開關鍵 大小聲 一路紅色 還有一個孔 可以綁手機繩 上下左右都可以綁 上下左右都可以綁 這個框好像不錯 嘗試裝在Nokia 6 看看效果如何 現在我正在用綠色的連鎖店 送的普通PVC膠套 看看裡面 最怕會刮傷機 裡面 你看到金屬之外 有些灰色的 一些防刮的東西 一塊類似蓉面的膠 黏在這裡 那就 好一點 對 叫做好一點 應該不會刮傷的 旁邊有個字 喔 牌子名來的 好 嘗試裝下去 腳很牌子 有些層炮 可以先放在去 場面 還有一塊 螺絲板 螺絲板 也有牌子名 大家看看 一看 開關鍵 看見了,L-U-P-H-I-E 我覺得現在的圖寶東西 開始精緻了 舊時這些東西送給羅斯批仔是清一色的 間間一模一樣 現在起碼要印了自己的字 拆開軟的膠塗 同樣,有層要抹乾淨 否則刮不好了 原先Nokia 6 銀邊 已經有鑽石切割面 已經是亮的 加了Bumper 可能遮蓋銀色邊 但會多一條黑色邊 試試 開了一顆羅斯 好 不要不見一顆羅斯 這個很重要 有些人會懶惰的 拆一邊羅斯就算了 然後硬拆開 新部機 其實 不是不行,不過要小心 萬一有什麼不小心 是刮那部機 那耳筒的孔 在這裏 那部機的耳筒在上面 那部機的耳筒在上面 那套合方向 試試套下去 那我就這樣套了 那我就這樣套了 下二上套可能好些 對,真的 有機會刮花的 好,慢慢移上去 等到盡 立即有當年 那部Lokia 5300 Express 那部的 影子 黑色機 有紅色邊 接著的 那些 如果大家老餅 知道我說那部 5300 Express 聽音樂 可以 早期Lokia電話 開始聽到音樂 那部的聲音 算是厲害的 最後蓋上蓋子 弄清楚,拉巴開口位 小心慢慢移動 怕會剩下 之後慢慢移動兩顆螺絲 好,一邊上好 另一邊,要按緊一點 因為它是拉緊的 位置是剛剛好 那種剛剛好 需要用少少力壓緊 原則上,拉緊這部機是緊的 安裝的時候要用少少力量 女士可能安裝上有點困難 要找男士幫忙 因為剛剛那一刻 它是有少少要握的 因為它有些軟軟的墊 要握一握才行 好,裝起來了 那整部機是闊身了 整部Lokia 6 但是,旁邊看好形仔 好,拿近一點點看一看 金屬 前面就闊了一點 沒得說的 旁邊 變了紅色 或者這樣 好,我清一清桌面的東西 讓它 桌面沒有那麼集亂 Focus的時候會比較好 我看過Focus好像浮著浮著 因為背後太多集亂的東西 我先拿一拿開 一些東西 桌面清一清 大家就容易一點見 放開一點點 放開一點點 好,我剩下一些東西 剩下一些東西 剩下一個機器 在這裡 這隻Bumper 大家看到了 邊是黑色 中間有紅色的一條 金屬邊在這裡 好像別人跑車的感覺 一路上到上面 這裡 上面這裡是 通洞 它就說被 那些手機訊號通過 所以這裡是特地開了 打橫的一條洞 插耳桶的位置 會不會升得很高呢 都不會的 因為它 這裡是這樣 放進去 方便你插耳機 看到了 這裡套進去 然後這邊繼續 紅色 金屬 一路過 這裡 大小聲 加了之後 按的手感一樣 開關鍵 按的手感一樣 一路落紅色 一條邊 繼續落 剛剛的螺絲位 再落下 下面紅色 這裡有個洞 可以綁手機繩 又或者 其實本身 原意不是綁繩的 是天線的旁邊開位 這個位 這個位 給信號 過的 因為剛剛天線 繞到上來 這個位 就橫上去 大家見到 另外一邊也是 有天線的開孔位 細小一點 但是叫有 那底下 Micro USB的位 也是 套進少少的 那 大部分線都應該適合 那 那 speaker的位 也是 開了個洞 好 慢一點 對了 暫時看 洞位 準的 那麼保護力 如何呢 除了保護側邊 還有保護螢幕 可以嗎 我大概側邊 看過去 Bumper的邊 即是說 這個邊 剛剛很高 那個螢幕 大概1mm 可以看到 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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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保護力就一般了 底下是保護不到的 尤其是保護不到中間的鏡頭 但是如果你說型的話 這個可以型 你喜歡這個風格的話 紅色邊 一種 就是 硬朗的感覺 本身金屬機身 配上一個Bumper OK 不過 由於我還要換 換機的關係 螢幕的問題 所以我很快就會 裝上膠套 換了機才行 到時不怕 Lokia很耐滅 應該 最重要 要保持著 不要有一條花痕出現 就可以了 好 暫時 今天開的 還有一個盒 玻璃貼 開不開嗎 隨便開 開吧 快取開 應該 沒什麼驚喜吧 一般玻璃貼 應該 這邊 看一看 看一看 這隻 牌子 都塗過好幾次 但是 剛好未用過 為什麼未用過 因為剛剛好 我塗完 貼回來之後 那部機賣了 因為我賣機比較快 有時候會等 第一張貼 破壞了就換了 有時候未破壞就換了機 一個軟膠套 但華為 筋盒的Pizza Plus 就是硬膠 來的 這個 送個普通軟膠套 四 大家看看 這些 這些軟膠套 這些軟膠套 保護力應該挺好的 玻璃貼 這隻 開開 來看看 都是不會貼的 因為又是換機 因為陰藥螢 你發現 每一張玻璃貼 都是一號 一和二的 濕紙巾 乾紙巾 濕的一號 乾的二號 一模一樣 然後有些除塵貼 這些東西 另外一塊玻璃貼 這塊應該都是全覆蓋 這塊也是有紫色反光面 大家看不看 應該看到些 這塊的光 在側面 看不見 這塊的光 在側面 看不見 側面紫色 其實這塊 就是 可以減低反光度 這些才漂亮 那 套了下螢幕 會不會變紫呢 不會的 舉例 這塊的光 我把這塊放在面上 就這樣放在面上 就這樣放在面上 那有沒有變紫呢 是不會變紫的 這塊還是有一點點 防藍光 於是我放了下去 你會看到螢幕 稍微 沒有那麼白 黃 偏黃了一點 那你不喜歡的 就調成藍一點 華為機可以調成的 原先 和淚了藍光之後的效果 不相差 原先這樣 加了就這樣 偏黃的多 都防藍光之後 那 大致上 就是這樣 快幫你這條 那我 放回 再看看大家的訊息 好 人們問淘寶幾錢 淘寶最貴 這裡這麼多東西 最貴是華為的原裝套 好像 七十幾八十元 另外 多理貼 都是二零三十元 好看的 二零三十元 差的十多元 有的了 運費都要的 二十五元 內地那段的運費 通常都免的 但是去到香港那段運費 通常你當二十五元人仔 就是圍起港幣 二十七到三十元之間 基本上就是這樣 竟然可以在淘寶買原裝 其實淘寶是買到原裝的 那大家又要特別知道一下 在大陸買的東西 就不一定是假貨 淘寶都有原裝的 主要 現在淘寶的東西 其實分兩批 一批擺到明超便宜的 你就不要這麼認真 想著有真貨 而另一批定價是正常的 那一批通常都賣真貨 因為大陸人呢 是花得起錢的 最怕你賣些東西差 於是 你如果買些東西漂亮的 貴一貴都是賣 所以不要特別覺得 大陸一定價 那其實 你真是接觸過淘寶的話 你會知道 上面很多漂亮的 有些純粹不賣給香港人 但是現在開始慢慢 那些商戶都賣給香港人的了 那基本上 就是這樣 另外呢 如果大家真是 嘗試裝個淘寶APP 他們可以買到的東西 是比香港多的 香港買東西 其實是講賺錢的 那樣貨品 賺錢賺得多 他就買 賺錢不多 就不買 舉例 一些很 很奇怪的東西 你在香港買不到的 但是你在淘寶會找到 那 譬如你說 我想買些 寶門那的交貼 那你在香港 香港不是買不到 不過只有一個款 粗幼也只有一個款 還有一個牌子 但如果你在淘寶賺 是有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厚薄 不同的材質 很多選擇 就算你買一把剪刀 你經過淘寶買 其實 都有很多款 給你選擇 有些款 你意想不到 而有些其實是很好用 香港找不到 好了 今天就 不去太久了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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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